我国金融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影响力大幅提升 目前我国银行业资产的总规模是位住全球第一 股票债赚保险的这个规模是位住全球第二 外汇储备的规模我们已经是连速17年位住全球第一 人民币的国际地位也大幅提升 在国际货币基金走职特别提款船货币囊子之中的这个船重 人民币的已位住第三 全世界80多个国家和经济体了将人民币拉入储备货币